铁方老师,我看好多威友发来这个问题了,咱们解答一下行吗? 好 这个有一位威友,名字叫天与地 说自己有时候就感觉凶闷,闭气 然后这时候嚼几粒花椒就觉得,哎呀,能尸尸气 但是他说这个招有时候好用,有时候反倒还更难受了 就想问问,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他在这个描述里说没说,他每次吃多少 倒是没说,没说剂量 正华老师,我跟你说,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就在于他吃的时候,这个树没找过好 他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他一看这招好用了之后,他有的人就有什么习惯的 加量,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前段时间去世周里,有一个任务 有那一天就是一杯花椒茶 那个时候我还给大家支一招呢,用花椒水泡脚嘛 对不对 为什么用花椒水泡脚,因为花椒水它有个作用 通经络 这是花椒第二大作用叫什么,叫通气 花椒通气的作用很强 真要是说有一口气憋在这了 我们用花椒,真能把这气给送开 但是,我们得注意一点,凡事物极必反 这个花椒适当吃通气,一旦加量吃多了,它就避气了 为什么,因为花椒它是有麻味的 它有麻痹神经的作用 尤其是咽喉这部位 所以我们用花椒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一个限度 有一个原则叫,椒不过气 椒不过气 就是这个花椒用量不能超过气粒 超过气粒,避气了 提本老师,你看您说的这个,就是椒不过气 我觉得这挺好记的 那现在我就想问 是不是就是所有用这个花椒的这个妙招 咱们都用气来计数,是不是 都不过气 我们比如说用花椒水去寒 对吧,你筋嘴的东西你可以 大家肚子受凉,感觉肚子里有个气的,鼓来鼓去的 然后有的腐痛,有的腐泻,对吧 你这个时候拿起了点花椒加一碗水煮几分钟 放着点红糖,切了点姜片,喝下去环节 入口可以 这个有关花椒的小妙招,那才认识太多了,是吧 要想知道花椒的更多妙用 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让我和铁风老师成为您的贴心朋友 添加完成后,您想要用法,就发送花椒的妙用 有其他的问题,您也可以把需求直接发过来 懒得打字,您就发语音 让铁风老师为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